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机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98集的节目 其实这一集的节目我就是录第二次 第一次录完的时候节目很短 那我在拍完之后我自己看了一下剪辑的时候 我发现还是不要录那么短的影片好了 大家都说我年纪大了 影片越拍越短 这个我总得证明一下我还行 特别是我的存货还很多 今天这个入场给大家一个熟悉的感觉 在老肖的节目在Revenge of the Fallen的时候 他都会放一个小小的一个纸牌在前面 那这款玩具的话呢 我先讲一下 我是在今年的年初入手的 当时有一位同好脱坑嘛 那我应该有提过说 我当时一口气 把他又出清了几十个变形金刚全部都买下来 然后把一些我没有的欠缺的我自己留下来 其他我就再把它给转手卖掉了 那这款加农炮大红蜂就是我当时留在身边的几款玩具其中一个 那么这款玩具呢 其实在大红蜂的前两集的系列玩具里头呢 它绝对是属于比较差的 个人是比较不推荐 甚至连老肖的影片呢 都没有介绍这一款 我印象中是没有了 那我们先对比一下 我们来先就回味一下大红蜂的这个玩具好了 首先呢 这一款是07年的时候 The Love Class的Bumblebee 你看两者一比较 它的零件数 其实它就已经明显是比较多 这一款是就已经简化了不少 手腕什么的都是不能动的 然后这一款的话呢 手腕什么都还是可以动 而且这一款的变形是非常赞的 这是一个战损涂装的版本 那除了这款之外的话呢 它之后呢 还有推出一个面罩版本 面罩版本的话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不喜欢大红蜂的头雕 那这一款的话呢 都出过很多种这个不同的配色 包括还有金屠板 还有组合包的版本 那这两个的模具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样的 那在更早之前的话 其实大红蜂还有一个老爷车的版本 是这一款 也是07年代 跟后面两个家伙是同一起的 那这一款是一个美版的玩具 美版的它这个玩具的话呢 我买到了说是买一个二手 是缺枪的 那我手上还有一款是 应该是日版的配色 日版的话 它的车窗是透明的 而且还有这个子弹也是透明的 那这个的话呢 跟后面那个这两个家伙呢 是同样的模具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看看这些码蜂窝了 那第一集的话呢 我印象中是这两个模具 换换颜色 它还有出红色的 这个Cliff Jumper 就是一个飞过山的配色也是有的 然后到了第二集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先有推出这一款 这一款的话呢 跟后面的这两个家伙呢 是属于同样的模具 只是换了武器啊 就不再是这个可以变成刀刃 而是变成是一个手炮式的Bumblebee 那这三个模具的话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给各位看 这个画面很迷啊 那在电影第二集的话呢 在它之前是推出这几个模具 当然之后的话呢 推出了一个无比经典的 这个战争大洪峰 不过这个已经是Humper的Desepticon 已经是Limager of the Fallen之后的产现 这一款是比它之后的 所以我们这一款我们就不对比了 那一比较之后的话呢 你就会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这一款玩具确实是表现来讲 比较欠佳的 光是这个细节 但是作为一个电影系的玩具 我没有办法理解 它怎么会有这么空白的一个位置 完全没有任何的 这个细节啊 然后肚子这一代的细节 各位可以看到 相对来都是比较肉的 那也刻画也相对来讲是比较少 那背包的收纳的话是这样子 背包的收纳我就不特别计较了 我是个人就觉得还无所谓了 那胸口的话呢 也没有任何的破碎的一个设计 你看这个胸口都还可以稍微拆开啊 然后这一款就更棒了 这个胸口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它是整个车头 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 那一个可动的话呢 各位看一下 头是一个球关 手臂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二头肌是可以转动 手手肘弯到超过90度一点点 拳头无法动啊 只有单独的拇指可以动 那腰身无法转外摆内收也没有 脚踝的接地也没有啊 这个就不磕责它的一个可动 毕竟是一个09年时候的玩具啦 那面雕表现的话呢 就吸引他嘴的骷髅头啊 而且一脸好色的样子 这个我是 当然是跟我的一个长相差很多 我就不太想评论它 然后它的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扣紧啊 它这里是有两个凸 但是呢这里这两个凹呢 却没有办法管住这两个凸啊 这个也是比较可惜啊 然后呢 它的其他人形状态下就是这样吧 球冠的话可能比较经不住长时间的把玩 那它的一个卖点的话呢 恐怕还是在于它的一个腹部 是少有的到横峰里头 腹肌呢是有参与到变形的了啊 那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 首先的话呢 这个肚子这两片啊 这个地方往内推进去啊 它这里是有个凸跟凹的结合 这里把这个腹肌推进去 推进去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整个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先往上面挑上来 这个地方 这里这一块部线啊 把它整个给挑上来 这边的话呢 闪过它一下啊 把这整个的这个前面的挡风玻璃 整个的往上面挑上来 把这里卡住了啊 先把头啊 头先给推进去啊 这个头啊 它翻上来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地方会稍微卡一下的啊 这一下记得要卡住没有卡住的话呢 头会一直晃 然后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给推进去了啊 到这里 到这边 然后它的背包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给后面打开 这里往上面上来 这里有两个黄色的凸 它对应边有两个 对应的凹 我们这样把它给扣进去 车顶盖就算OK了啊 那么呢 这个这个部分啊 肚子的这个部分 这两片部件 可以往上面推到底 然后呢 这个手臂 转动这个地方 翻进来 到这边 好 翻进来之后啊 它是 这个样子 到侧边来 就这个形象就可以了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把它直接给转进来 这变形很简单啊 而且也是之后很多的 呃 变形成车辆形态的变形 应该都会使用的 一个变形方式 那腿的变形比较有趣啊 腿的变形 它是有个连续变形的 一个机构 你这个部分 这个脚后跟先往上推 然后往前面折进来的时候 啊 这个 后面这个这个弹簧 它会自动推过来 这片部件过来卡住 到这 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啊 把这个地方推上去 然后脚的话呢 就直接这样子推进来 包括这个地方弹簧 它会自动推到位 扣上 啊 这个这个变形的部分 这两个这三个家伙 跟他的下半身腿 好像都是一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两侧这个结合到这边 好 那往前面推一点点 这两个部件推进来 最后的话呢 这里就是有一个凸 这里有个凹可以扣进去 当然我们可以说 你可以借位这样子 好像是一个车门可以打开 也是一个表现的方式 这也是当年很多的这个 啊 车子形态的变形金刚 都会有这样子一个 拍照的一个过程 这里的话 就是轮胎 这里 没有把它给推进去啊 好 尽量的把它给推进去 到这边 好了 啊对了 刚刚这个人物的状态下 这个肩炮都没有展示啊 没有附武器 然后有附一个肩炮 各位自己脑补一下 反正我补张照片啊 大家看一下 它是有肩炮的 没有附武器 那我们就直接附在肩上 那这个是它这款玩具 最大的一个卖点 它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挡风玻璃 你看到这一 这一二三 四 都是透明的啊 只有这一款美版的 它是跟它一样是一个涂装的 各方面来说吧 如果你是很想收集前几集的大红风的话 尤其是前两集的棒波比 这款并不优秀啊 人行 没有什么优秀的地方啊 真的 然后车型态就是也是 比如如果你不看这个炮的话 它当然是非常普通的 一辆这个大红风的跑车 但是你要跟现在的玩具比 它当然是很优秀了 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 就顺便 给大家 这个画面还是非常的迷啊 这个 就给大家呢 一同 这个桐桐马 红窩吧 大家聊聊很荒很暴力的大红风 1698集了啊 转眼较到1700 记得各位这么多年来的各种支持 今天星期一 祝各位这一周都能够生活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观看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